他在心情 爪子 因此製造的 作茶葉都會加10度 但坐外面試吃 重點是要不要 一說 表示120度 已經放3度 30度 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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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溫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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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健康日 全民喝茶日 現場來賓是共同舉杯 宣布全民一起來喝茶活動正式的起跑 響應4月7日世界健康日 全民喝茶日活動 台灣茶協會甚至在大學大學舉辦 全民一起來喝茶活動起跑的記者會 大學大學的辦學理念 產學合作 我們怎麼把大學大學的一個理論 科學基礎來跟產業界結合 怎麼把我們的一個科技製茶的一個理念 帶到我們的一個茶葉的一個製作 那更結合我們大學大學的一個特色 德國工業大學的一個辦學特色 師徒治理 那我們在辦這個就是說 特色基地的時候 我們邀請到的很不容易 曾經得到神農獎的一個製茶大師 的一個就是說幫忙 大學大學一直以來 持續的推動茶產業人才的培育 不只是在有建構的製茶研究的基地 同時他也是製茶秉級的這樣的一個的考場 那透過了這樣的一個辦公室在這裡設立之後 他跟我們的大學社會責任 茶產業人才培育的這個計畫結合在一起 所以不管在軟一體這邊 更是完整的提供了 這個未來服務的 特別是像南投的這些的茶產區 然後往外擴散以後的嘉義 甚至是全台灣都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的服務 大學長期深耕茶產業人才的培育 相信台灣茶協會在大大學理事節院長的帶領下 一定可以讓世界看見台灣茶的優質 我們感謝我們台灣茶協會 推廣我們這個茶葉的那個世界世界健康日 全民喝茶這個推廣的活動 讓我們全民能夠喝到更好的茶葉 讓我們的身心靈都能充滿著一些安穩 讓生活的緊張能平穩這樣子 即日起到六月底各地火車站 高速公路服務區機場學校等地 只要擺放世界健康日全民喝茶日的旗幟 就會免費提供鳳茶 歡迎民眾前往品明 Hopefully our team will get welcome pertama 增加 百項 Jac ロボ 尚 天 半 美 索